噗噗 小侦探出发 耶 我们去学校线索喽 你好 噗噗 昂花去哪里了 这么晚了 小朋友们怎么还在幼儿园呢 我们在等昂花开花呢 哥德说 昂花晚上八点才会开花 而且只开三四个小时 所以叫昂花一见 爸爸楼 是昂花一现 一现 我已经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时间过得好慢 不如我们先去玩一会儿再回来吧 我同意 那我们去玩吧 七点半了 我们回去等昂花开花吧 好 快看 昂花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我去找哥德 看不到昂花开花了 不要 我要看嘛 哥德来了 哥德 小可爱们 卡卡已经告诉我了 不如我们调查一下吧 噗噗 按键激活 昂花到哪里去了呢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大家快看 这里有泥巴和花盆印 昂花自己跑了 爸爸楼 昂花不会走路 昂花经过这里 去了外面 这里看不到痕迹 诶 这是桃子盒 还是湿的 应该是刚被吃完的 豆豆 你的摄影机呢 在这里一直开着呢 快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嘿嘿 我也想去玩 就把摄影机随手放下来了 没关系 嗯 这是什么声音 应该是窗户被打开了 这是谁的手 棕色的皮毛 桃子 长长的尾巴 啊 是小猴子 它咬着桃子 伸手抱着昙花 它力气不够 所以只能走一两步 只要放下歇一下 所以地上留下了花盆印和泥巴 看着这嘛 桃子拿着不方便 他只好先把桃子吃掉了 它为什么要拿走昙花呢 不知道 找到它就知道了 快点 不然就看不到《弹花开花》了 小猴子 还有我们的《弹花》 小猴子 你为什么要拿走我们的《弹花》呀 他说他也想看《弹花开花》 那我们大家一起看吧 好 弹花开了 小可爱们 哥德 弹花开花了 该回家咯 差点就看不到他开花了呢 哥德 为什么弹花只会在晚上八九点开花呢 因为温度哦 太高或者太低的温度 都不适合《弹花开花》 晚上八九点的温度就刚刚好 原来是这样 哥德 别忘了芯片哦 小可爱们 《弹花》到哪里去了呢 是小猴子拿走了 太想看《弹花开花》哦 小可爱们 真棒 我们成功不完啦 按键 clear 我们真棒 对我当然是想看了 你应该是生意的 你这种方式的家庭